这两段程式基本上我也有把它放到云端上面 所以各位可以在云端白板上面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之后的 我把它放在这里 你们等一下看一下 那就是程式就贴在这边了 刚刚的这一段程式就在这里 那其他的话我还要做什么呢 跟这应该是放在这边打开来 里面的话就是第一段跟第二段 就这两段 程式并不多啦 最重要其实就是什么 最重要就是这个范围 跟这个Auto filter 最重要是这个 Auto filter 就是所谓的筛选 然后呢 透过这个X 取得我们要的一个变数 OK 那就可以查到我们要的数目编号 但问题我们当然这边总共会有八个栏位 所以 假如说我今天希望各位可以帮我把这八栏的 每个栏位都做个别的查询的话 那该怎么做 当然第一个呢 我们要先做出那个数目编号 然后并且帮我在旁边利用什么呢 应该还记得吧 做按钮的方法 插入这个有没有 把这个Sub变成插入一个按钮 然后按钮的功能按下去 其实就执行它 然后可以做出我要查询的东西 那这个应该还记得吧 插入这个表单控制项 然后拉一个8 这个指定给它 我们刚刚那个Sub就可以了 那我执行给各位按一下 有没有 这边的话当然就跳出来 比如说22805081这个按确定 把这一笔查出来 然后再复原一下 不过你会发现 怪怪的 有个地方 这里怎么样呢 它会因为我这个地方查询 它里面其实是把列的高度缩成0 所以你会发现按钮也跟着变形了 所以这怎么办呢 如果我希望把它复原一下 如果你希望它复原之后 它按钮又恢复 感觉好像被压扁那种感觉 那为什么它会变形 主要原因很简单 一,请你按Ctrl键 去点一旋按钮 另外一个也点一下 Ctrl键按住 再点这个 二的话,请你按滑鼠右键 它会跳出最下面一个叫什么 物件格式 也就是说它里面有一个设定 这个设定就是说 你这个按钮 要不要随那个什么 我们的列高去做调整 如果不要的话 请各位特别注意 请你调整物件格式 然后里面有一个叫摘要资讯 把这个摘要资讯里面的哪个选项呢 大小位置随储存格 就是这个一个格子的高度做改变 如果不要的话 有没有不要 有没有 不 不随 那意思就是说 我如果选这个的话 理论上它就不会变形 按确定 看一下 再点一下 如果我现在再查一次 11908664 按确定 有没有 按钮会变形 没有 OK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你假如希望按钮不要变形的话 记得 就按Ctrl键 Ctrl键按住 再点一下 再Ctrl键按住 再点一下 按右键 这边就有物件格式 把摘要资讯改成大小不随处存的改变 按确定就可以了 OK 好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已经第一个栏位完成 为什么从这个开始 因为这最简单 那其他的话 基本上 只有这个是纯数字 纯数字最简单 就是输入数字 然后带出结果 这等号就可以了 那可是其他的话就不是 其他的话 我不可能说我全部把这个书的书名全部key出来 太长一串 理论上我们都会输入某个关键字就好 那所谓的关键字意思是说 它是在里面 比如说女性好了 那我只要输入女性 他就可以自动帮我把这本书掉出来 像你们去书店一样 或者买东西一样 他不可能说你打个全名 就打个关键字就好了 跟你Google搜寻一样 那如何做所谓的关键字查询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我们干脆先针对最常被查询的提名 如果我今天希望再多做一个按钮 叫什么 叫做筛选提名 然后一样跳出一个 请输入提名关键字 那我就输入提名关键字 他就自动帮我把我要的那个关键字查出来 这大概怎么做 其实也蛮简单的 一 第一 一样再切到Videobasic 二的话 你只要把筛选输入编号这个sab 复制贴过来 贴到底下 做适度的修改就可以 比如第一 一把筛选编号 改成筛选提名 提名 提 OK 二的话 请输入提名 后面再加三个字 叫关键字 关键字 OK 因为主要的关键字 只要是书名里面出现的字 就帮我找出来 再来的话 再修改哪里呢 Range 这个范围应该不用改 因为也是这个范围 没错 AutoField也没错 四 它在第几栏呢 一 二 注意 这应该改多少 改二就可以了 但如果你现在执行的话 输入女性 它应该是找不到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现在 假如说输入女性 那可是问题是 这个除尘格里面 它不是只有女性两个字 还有别的字 所以最大的关键在这里 如果说我今天要做 所谓的关键字查询的话 而且它里面放的是所谓的文字 特别说 这边假设我用资料的筛选 那你会发现它里面会出现文字筛选 那所谓的文字一定是 程式里面一定是前后加双女号 所以第一步 可能要注意一点 我们要在这个地方 假如说我不用X的话 我直接输入女性的话 第一个你就是先把这边书叫做女性 可是问题这个女性指的是 这个储存格里面只有两个字 女性才会找得到 那可是我只要关键字的话 记得哦 有一个重点就是 第一个你要必须在前面加上什么 加一个等号 等于什么女性 什么女性 什么的话 有一个不确定的字数在前面的话 你就加一个符号 叫一个星号 就是乘号 意思是说 如果它的前面 不管出现什么 只要什么什么什么 最后是女性就帮我找到 如果我也不管后面什么的话 你就再加一个星号在哪里 在女性的后面 这样就是什么 里面只要出现女性这个字的 就通通帮我找出来 OK 当然我们执行给各位看 这边执行 这个X先把它加个单以号 先注解掉 如果我现在执行的话 你会发现女性全部找不到 有没有 那把它复原 可是问题来了 我如果希望 这个不是每次都找到女性 我希望变成跟刚刚一样 输入的关键字 那我势必就需要什么 把这个X怎么样 放到这个女性这个位置这边来 那特别注意 现在这边是前后是双引号 表示它是一个完整的文字 文字里面如果要放一个变数进来的话 还记得怎么做吧 就跟以前放I的那个口诀一样 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 女性先选起来 双引号两个 移到中间 and两个再移到中间 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X就可以了 然后在and前后加空格 主要原因是因为 像英文一样 and其实就是and and跟后面的字一定要空一个空白 这个是英文书写的习惯 OK 就完成了 所以特别主要可能比较难的是这个 串一个什么 串一个X 这样的话我们就做出所谓的关键字查询 你应该可以看懂我的意思 这个地方最困难 其他地方应该到 跟刚刚是差不多的概念 好 那我们来试一下 如果我今天要找什么 执行一下 OK 然后关键字 比如我找什么 找文学 如果现在当然找女性应该OK 女性 但是 这边一样 会有一个不OK的地方 就是说 反转减 减转减 女性OK 把它恢复回来 好 那当然现在如果找中国一定是不OK 为什么 现在还是简体版 所以 跟刚刚一样 请你再做一件事 把它 怎么样 游标放在A1 Ctrl Shift向右向下 然后再把它 教育里面 把它改成前转翻 把它转换一下 再来查询 就完成 当然做完之后的话 一样把这个按钮复制一下 再贴一下这个按钮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可以再把它指向哪一个 指向这个 叫做筛选题名 就又多一个按钮了 筛选题名 先按下去 应该就 OK 如果我现在筛选 筛选中国应该就没问题 刚刚如果没有转换成繁体的话 应该就会有了 找到了 OK 复原一下 好 待会儿 其实当然除了说可以找提名之外 作者 出版社 这些 这些 其实 通通都可以再增加对应的按钮 写的方式 基本上也跟提名类似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再把重点回顾一下 一 这个会变形的话 记得是 大小位置不随储存的改变 二的话 记得就是说 我们要如果要做一个所谓的筛选题名 这个按钮出来的话 记得你可以拿上面这个来改 改的重点最重要是这个地方 关键字 查询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